上周即4月20号至4月26号 民航一共安排了四架次临时航班 协助在美国、英国和意大利的总共854名国国公民回国 其中留学生711名 本周按照国务院联邦联空机制的统一部署 民航局与外交部和会见委密切配合 计划安排五架次临时航班 分别赴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 预计将接回900名国国公民 其中主要以对生为主